今天非常簡單 湯湯餃的開箱影片 登登登 現在咧 我們要準備的東西很簡單 首先 先加你的水煮滾 這一包是25克 我們現在煮的是韭菜黑豬肉 水滾後 然後我們加入水餃 記得滾然後 轉一下中火 然後我們開始下水餃 下水餃不要燙到 會燙喔 聽說這個伯伯已經包不完 然後這個希望他長一百歲 多包一點造福人群 阿這個另外一個是我們的 九黃鮮白蝦 陸續都送達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愛護 那這支影片就是 給很少煮水餃的人看的 好 再繼續下 好 這邊稍微提醒一下 下水餃的時候 通常 我下的時候 火會轉小 中火 然後剛下 你如果怕 常常會煮到破 你要稍微的去一個方向去 去勞動它 去勞動它 比如說溺食或順食 但不要左右一起搞 你要讓它先慢慢的加熱 然後 在滾水中 開始有一點浮熱 你才可以放手 我跟你說了 放手 不要 再聽 你的介口 這樣的感覺 所以煮的時候 今天放有點太多了 有點轉不動 不過沒關係 就是邊煮 邊稍微的攪動它 讓它不要黏底 輕輕的 你不用攪太久 也不要一直攪 因為你會把它皮弄破 等它滾 等它浮 你就可以 收手了 那麼要等多久呢 我不知道 你不是說號稱7分鐘 因為這個鍋的問題 太厚 師傅特別交代 就是下滾水後 大部分大概7分鐘就可以起鍋 那我們這比較厚 我們會煮久一點 不過沒關係 我們繼續煮 火可以攪大一點了 好 這邊有幾個小秘訣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是 有人會在水餃裡面加點鹽 說煮的時候比較不會破 我個人家裡是會加一點油 因為這個油 你在滾的時候加 然後它會因為滾水把油 破散到全部的水餃麵 這個時候裝盤的時候 水餃就不太會黏在一起 那個油隨便都可以嗎 因為你拿的是橄欖油 這個啊 這個是我想說加水餃煮 比較健康一點 不要這麼高級喔 公司就只有這個啊 那罐兩三百塊你知道嗎 等滾的時候 我們來準備佐料 如果真的要吃一個高剛的水餃 要準備一下道理 香菜是一定要 辣椒一定要 蒜頭、蒜苗、蔥是額外 看你要不要添加 最簡單能家裡弄到大概就是 辣椒、蒜頭 加個香菜就會差很多 如果你又有蒜苗又有蔥 那就頂上開花這樣 醬料的部分我們這邊現在準備的很簡單 有一個很愛的烏醋 有點鹹的醬油 醬油自己喜好去找 這是麻油 我跟你講我的醬料是醋會比醬多 很多人都說你是在吃醬還是吃水餃 我是吃醬沒錯 水餃只是輔助 我們家的水餃味道比較重 所以你可以不用那麼高剛醬油加那麼多 如果你吃比較清淡的話 因為這個通常都是給沒什麼味道的水餃 用醬去皮去吸 吸附它的醬汁 但是這水餃味道夠 所以你加一點醋 辣椒或什麼 我就覺得很好 不一定一定要加到醬油 這就是一個稍微巧合後的基本醬油 再來就很簡單啦 首先 生辣椒洗淨 還是鹹鹹 辣椒醬啊 那些比起來 還是差了一個味 所以喔 能用生辣椒還是用生辣椒 如果你要追求美味 就不要偷懶 蒜苗 蒜苗就直接 然後蒜頭也加一點 蔥已經切好了 加一點 香菜你也要用剪嗎 對啊 諾基算是我身邊 最常跟我們家吃水餃的 是啊 那你到我們家吃水餃 會覺得醬汁都準備得比較好嗎 我覺得之前就是還可以接受 今天是真的是滿超過的 還有看過有人醬汁的配料 弄成這樣 太多了吧 是有點多啦 你看綠綠紅紅白白喔 看起來就舒服 唉唷 已經開始有點 滾的感覺 小滾的感覺囉 哇 水餃開始浮起來了 哇 兩三百塊的橄欖油 喔 受不了喔 剛剛在這樣 我起雞皮疙瘩耶 你看 毛細紅站起來了 因為覺得很鹹吧 我覺得 想到進口的那個味道 我就有點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現在就要吃 我現在就要吃 這樣吃當然不會受 也是 你水餃吃完拿來沾蘿蔔糕 沾什麼火鍋 都好吃 這就是我們家的 張家祕傳醬料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通常水餃會看它的厚度 加水二到三次 我們這裡也不用加水 就是煮到滾 煮到滾 就撈起來就吃了 所以其實很輕鬆 你只要顧好 一開始不要讓它沾底 其實後面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你小時候有沒有吃過 水餃破了 然後店家會告訴你說 阿不好意思煮破了 再陪你一吃 我好像是油 對啊油吧 但我長大就再也沒有油 後來人類就開始貪婪 對 可是我們家這個伯伯厲害了 它有時候 你那個皮看起來有點烈 煮了以後 也不會散開 因為它的餡是紮實的 它的皮也是緊實的 它不是那種 冷凍一煮就 就散的 跟那個燒賣一樣 不知道在吃什麼東西 雖然我的水餃 裡面沒有包靈魂 但是它的味道 是能喚醒你的靈魂 它是靈魂的碎片 它是靈魂的碎片 可以撈了 好快喔 我們就 以這盤為主 然後我們去轉站 別的地方拍攝 進入試吃環節 我們現在攝影機架好了 然後諾基在外面 那我現在要來試吃水餃 其實很多人水餃 都想趁熱吃 其實我不建議 好吃的水餃 就是這個皮看起來 有點厚度 但是又看得到餡料的感覺 然後皮有一點 開始收的時候 哇 那時候的QQ 那個皮的脆感 加上餡是特好吃的 佐料呢 就是夾一點那個菜 在上面 不怕高剛的人 很建議偷偷看 這樣的醬汁 這剖面 我剛剛吃個小蝦 那個餡皮的比例很好 然後皮很Q彈 然後餡料也是扎實 有蝦有肉 完美比例久黃 沒話說了 加上皮好 這就是一顆好的水餃 再來是韭菜 因為有時候韭菜 如果吃比較老 你會有那個纖維咬斷的感覺 但它韭菜是選小韭菜 所以它吃起來 反而是一個清香 不會有很重的韭菜味 而且不會讓韭菜纖維卡住 是非常好吃 所以不怕韭菜的人 真的很適合吃 肉跟餡 也是因為是黑豬肉 所以肉的滋味 也不會太重 也不會太強 兩個人搭配剛好 那我們快速的教學 就到這邊 那之後我們會不會再研發新口味 有 不過不只韭菜的人 也會有機會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來問我們喔 好 就是這樣 掰掰